哈喽 各位小文童 我想最近你一定会因为各种原因 听到或者看到或者关注到了一部大热的剧 亲爱的热爱的 马东学发现 这部剧的男主角李线呢 基本上是热搜天天剑了 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 他必然成为这一届少女的出轨对象 心进大事 一个字 红 是如何被你动摇了心跳 是如何被你动摇了心跳 当然 另一个让我不得不关注的话题 就是全民打榜让周杰伦登顶超话 哎呦 不错 国民歌手吧 依然是红 谁叫我是周杰伦 不论是粉丝的超话还是话题热度 都算是娱乐圈衡量艺人红不红的一个所有 翻开各家粉丝站 发现天下饭圈殊途同归 主要都在看自家爱豆的数据能不能打 今天 李渔在线科普 我们整天说的艺人的数据到底是个啥 粉丝创造的数据到底有啥用呢 我也很好奇 数据是什么 无论是专辑销量 演唱会 上座率 还是演员的票房和收视率等等 都叫做数据 也是一人红不红的一个说明吧 不过 今时不同往日 已经不能一朝先吃遍天了 当年姚晨 一个微博粉丝数就能登顶微博女王 今天啊 就算你同时拿下 粉丝数 转评赞数 超话排名 热搜排名 平心势力榜 都未必能够拿得下一个微博的king或者是queen的 我们其实能从数据看到红或者不红 也能够从数据看出你家爱豆的各型各款 天哪 这么神奇吗 我们从厌店的人士手里拿到了这么一张表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 目前艺人呢 大致就被分成了以下的四种style No.1 大众性 在观众的心里呢 有作品 有姓名 提起这个人呢 还能对应起一个关键字 虽有国民度 但是没啥死忠粉 绝大多数人力可以达成的榜单上 排名呢 都不打靠前 代表人物有 吴京 No.2 专业性 Like 这就是街舞里边的街舞大神 暗得缺流量的好演员们 实力是过硬的 有代表作品 有固定的受众 标签也足够的明显 确的嘛 就是一部可以破圈的大爆作品啊 就那时候我才知道一个演员你要有商业价值 不然你是会被换掉的 No.3 偶像性 看这个词你就知道 就是现在市面上盛产的流量爱豆 最不缺的就是粉丝好照力了 但想在娱乐圈站得久一点 那就得拿好作品磨口碑了 No.4 职业性 说白了就是来娱乐圈上班的 好作品没双眼 粉丝技术和国民度都不差 但是置不在娱乐圈 所以也没啥特别明确的固有印象 For example 三天两头消失 拍完戏就跑美国读书的胡歌 那我还是挺喜欢这种评价的 看不到我自己的生活里的影子 那说明还是比较成功吧 数据这个事啊 不光能够反映艺人是什么类型 还能够决定艺人接下来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服了一得就塞了 大众演员多下凡 小众大拿出圈男 偶像爱豆魔作品 圈内职员刷存在感 说得好 我们了解完数据对艺人的类型的影响 再来看一看粉丝们的打头 粉丝辛辛苦苦的打榜 为的是证明自家爱豆的高人气 从而帮自家爱豆再获得更多的选择权 或者是话语权 国内明星的粉丝 最大的打网站场要守微博了 随便拉开一个帖子 当天的打头任务都有这么长 但凡一项数据不过完美 你家爱豆都可能被定在虚红的耻辱注赏 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里面 真正对于你家爱豆事业 能造成直接影响的数据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呢 first 死忠粉 都是真情实感犯爱豆 肯为爱豆买单的 死忠粉率 微博上看超话粉丝数 和总粉丝数的比例 second 粉丝活跃度 这可以对照明星势力榜 和超话粉丝数的比例 粉丝的活跃度越高呢 说明这段时间 这个艺人被持续关注的也越多 不但粉丝愿意买单 话题度也是有保证的 那是必须的 而像爱豆微博转评 反黑微博以及控评文案 其实在正负面情绪数据上 可能真的会起到一些作用 但是最多呢 也只会作为一个风险评估 所以 微博榜单的实用指数是 三颗星 打网当中最好money的 就是粉丝姻缘了 不管爱豆生日出道 还是开机杀青 从天上到海里 从时代广场大屏 到隔壁小区的黑板 都能够看到粉丝 精心准备的巨服姻缘 看到爱豆的脸 出现在异国的街头 够下血本的 可诉 除非粉丝把这个事 造大法的上了新闻 那还可能有点用 市面上普遍的姻缘呢 都是钱过了无痕的 我们还问了一下行情 纳斯达克LED开屏的费用呢 可能还真是没有 你家小区门口地铁站的贵啊 英元宣传实用指数 一颗星 那么我们就想问一下 金主爸爸投资方什么的 到底关注的是什么数据呢 其实他们关注的 可以说是非常细化的数据了 粉丝的年纪 男女比例 分布城市 消费能力 等等等等各项指标 假设你家爱豆的受众呢 是十六七岁 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女高中生 那么找她代言的 也就只能是评价灭膜了 我们粉丝资金 也是有限的好吗 要想要高奢顶奢的代言 可能必须得号召 二舅姑妈小姨大姐 都关注一波才行了 总结下来呢 就是一人扩大圈和小圈的能力 是至关重要的 大圈指的就是 对外的国民度 大家都得认识 小圈呢 指的是对内的死忠粉度 而扩这两个圈 不是一两个人一两天的打榜 就能够完成的 那么有片方或者是导演 他们要选一人的时候 看什么数据呢 基本上归为大众认知度 和好感度这两个数据 收视率的高低 死忠粉考验站 路人员说了算 当然了 不包括你是高中校长 晚上留的作业 是让全校同学 回家看你爱豆的剧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 有的时候粉丝care的数据 其实只能够影响 一人阶段性的世界 对事业的帮助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不可能 我不信 这虽然是一个 很难接受的结论 但是为此我还专程 问了某国内 专门帮助艺人和粉丝 产生数据的某机构的大大 Nancy姐 她的观点 跟我们是基本一致了 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 所有在外部公布榜单 或者是公开数据的公司 他们做榜的目的 只有一个 叫秀肌肉 就是向客户证明 我有获取这些数据的能力 品牌主 去选择一个爱豆 就是希望 这个艺人的粉丝人群 恰恰是他这个品牌 在某种程度上 过去我不认为 粉丝需要做点什么 他们只要发自内心的做 他们本来想做的事情 就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默认 网络上所有的东西 都是自然而然的情况下 那么如果有一家人 他愿意专门的 去把自己的数据做上来 以至于那些 本来在自然状态下的人 他就会被显得很低 他们就大家都得做 最后总结成了 一个全行业的一个泡沫 我可以非常足定的说 这次周杰伦的事件 会影响很多业内人士 对这件事情未来的判断 接下去 感谢男子姐了 希望你看一看 评论区的宝宝们 高喊的爱豆名字好吗 请为他们在后台 加加权重好吗 在今天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 饭圈已经有了一个潜规则 打投多少 取决于对爱豆多少爱 粉丝们都说 打榜是为了爱豆好 有时候真的好在哪 怎么才能更好 效率更高 的确是值得思考的事情 真正能够影响爱豆事业的 提高各方面价值的 最好的办法 是数十万上百万 或千万的你们 变成更好的自己